我在香港反送中的事情里面已经被逮捕了九次 两次坐牢出来 我有其中两次是因为当记者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被香港警方 就是直接逮捕 上了手套然后带去警局 然后这个是香港的新闻自由被打压的一个很真实的过程 然后我最后一次被逮捕是因为了我出版那本书 那本书是诉说那个反送中的每一天的事情的 然后我就直接被国安局以煽动罪逮捕 这个也是完全是反映了香港的出版自由的问题 我希望台湾的民众可以用自己的选票 用自己的个人意志来保护好台湾 然后用因为比方说你选总统或者选立委 这些东西都是影响台湾的未来或者现在的 所以我很希望台湾人民可以保护好自己 不要当香港2.0 现在呢在这里这股公民力量其实是最坚定的 最关爱台湾前途的这群人 他会让整个青鸟行动的余温持续保温 保温到什么时候 保温到第三回合 就是司法院大法官开宪法法庭 要做成对于这一次立法院通过法条的判决的时候 就有机会再掀出另外一次的舆论的高峰点 在现场我们看到非常特别的一位人士 他是已经是香港的流亡民众 据说他当年参加了反送中呢 这位江先生前前后后被香港警方逮捕了九次 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他说这次来到台湾要立顶台湾的民主 我们要问一下他过去的经验 要如何警告台湾不要变成香港的2.0 你想传达什么样的诉求呢江先生 我在香港反送中的事情里面已经被逮捕了九次 两次坐牢出来 我有其中两次是因为当记者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被香港警方就是直接逮捕 上了手套然后带去警局 然后这个是香港的新闻自由被打压的一个很真实的过程 然后我最后一次被逮捕是因为了我出版那本书 那本书是诉说那个反送中的每一天的事情的 然后我就直接被国安局以煽动罪逮捕 这个也是完全是反映了香港的出版自由的问题 以你的经验你想要鼓励台湾什么 你想要警告台湾什么 我希望台湾的民众可以用自己的选票 用自己的个人意志来保护好台湾 然后用因为比方说你选总统或者选立委 这些东西都是影响台湾的未来或者现在的 所以我很希望台湾人民可以保护好自己 不要当香港2.0 看电视的朋友还有摄影棚里面的来宾和主持人报告 现在在现场其实非常的闷热 而且我们两个身上的衣服其实已经被淋湿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跟我们一样一起在现场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所关心的范围并不只限于立法院里面的 这个复议案的投票 第二就是过去10年前太阳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如果是自发性的公民组织出来的运动 其实关注的议题绝对不会仅限于单一的议题 像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从2点一直到现在 听到讲台上面在宣讲的范围 其实包括了如何辨识资讯战如何辨识认知战 以及对于这个国会法案的整个分析 其实有非常多元的主题在多个时段不停的在宣讲 那民众在这里除了他听台上的学者教授在宣讲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我认为就是站出来 让国民党让政府让国会看到公民对这个议题的坚持与在意 像是隔了这边这个隔了一个正江 到了对面正江街的另外一边 其实呢 蓝鹰行动已经散场 为什么散场 因为他们中午去吃饭 下午去游览 这只是一个被政党单纯动员出来的 并不是个别公民自动自发来呈现 他对这个议题的理解 跟他对这些议题的重视的主张 但是自发性的公民运动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叫你来 你是因为对于这个国家的爱 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你有想法 所以你站到这边 你想要听听看别人怎么讲 你听学者专家怎么讲 你听身边的人怎么讲 所以今天晚上其实 讲白了啦 昨天我们就知道今天的复议案投票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嘛 因为黄国昌已经宣布他们发票都不会改 那么为什么明明知道结果还要站出来 我觉得在这些人心中他所关注的其实不只是这一次案子 更长远的 他是希望说我们的国家可以走向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 我们要求正常的权力分立 我们反对立法院里面进行国会集权的行动 所以我想今天在场的公民呢 其实我也谢谢傅昆琦立委 因为傅昆琦证明了清廖行动不是政党动员的 因为傅昆琦办了一个纯动员的蓝音行动 让大家看到说动员的行动长的样子 跟我们这个完全自主的清廖运动就是不一样 那议员你跟我们在现场已经是连续六次 包括了五月份的十万人那一次也在现场了 那这样子六次但是他们的需求都没有成功 你看到民众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这个 整个主导这次蓝鸟 清廖行动 大概就在六次以来这时间点的变化 他们变得怎么样 其实从我十几年前参与社会运动一直到现在啊 社会运动的诉求绝大多数啊都不会马上达成 这就是社会运动的本质 所以今天下大雨有这么闷热 然后呢立法院的表决已经结束了 还留在现场的朋友 其实这一群人其实就是最坚定 在参与社会运动 最坚定在关心台湾前途的人 所以在一时之间今天的诉求没有达成 并不会全然的交袭这个热情 因为大家心里面就是知道说 这很困难 也是因为这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就是困难才要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其实过去我们看台湾民主使啊 三十年来哪些运动是上街一次就成功了 对不对固然有人数多的有人数没那么多的时候 但是重点是社会上的舆论跟社会上的关注 其实不断的在扩大 我相信到后面第三回合 事先的时候社会的舆论也会在于这些公民朋友们 持续的关注跟讨论之下 持续的保温这一次不只是个别政党的诉求 这一次是一次民主深化的公民运动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啦 我观察国民党这么多年 不管社会运动人多还是人少 国民党都有话可以讲啦 如果说社会运动在场的人数没那么多 国民党都会说你们人少 如果人数多了起来 所以国民党就说你们都是民进党骗来的 你们都是民进党动员的 所以呢其实经过的十几年来 我想所有出来参与社运 然后出来抗争的民众 都非常熟悉国民党的套路了 那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 今天的青老行动 大家可以看到在场的民众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虽然立法院的复议已经结束了 虽然下起了大雨 虽然天气闷热 为什么还在现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因为大家最关心的 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复议 大家更关心的是台湾未来的民主发展 会不会被国民党带歪了 会不会台湾的民主生化 被国民党歪楼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 如果你下午连续听宣讲话 你会发现说 宣讲的内容题目非常多元 但其实都是跟民主生化有关系 那我也研判啦 现在呢在这里这股公民力量 其实是最坚定的 最关爱台湾前途的这群人 他会让整个青鸟行动的余温 持续保温 保温到什么时候 保温到第三回合就是司法院大法官 开宪法法庭要做成 对于这一次立法院通过法条的判决的时候 就有机会再掀出另外的一次的舆论的高峰点 因为如果这一次司法院大法官的判决 判定立法院通过的几个关键法条 确实违背了宪法 违背了我们宪政秩序 那我想未来不管是罢免 或者是说这些不分区 蓝白立委的政治责任呢 我们的公民都会进一步的站出来 要求他们为自己现在 立出了违宪法制的这样子的恶行负起责任 今天蓝白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自称说要做国会改革啊 但事实上呢 他们的国会改革还没有成功 就已经先毁坏了过去国会改革的成果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八年 国会里面有两件最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议长中立化 当时还推动了立法院职权新司法的修法 把立法院院长的规定是议事中立的角色 结果韩国瑜呢 他在就任立法院长的这段期间之后啊 显示出来是处处不中立 不但是之前呢在表决的时候采用所谓举手表决的方法 很明显呢是要偏袒是要来优惠国民党 那今天更是直接不演了 加入了复议案的投票 那我觉得在这种种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过去八年我们努力的 议长中立化已经被韩国瑜彻底取消 那第二个呢被取消的改革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程序委员会不挡案子 过去八年民进党多数 啊国民党一直说民进党就阿拔 可是我们从旁观察发现 不管国民党说民进党再阿拔 民进党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守住了 就是程序委员会从来没有挡过案子 国民党的委员提什么案子 奇形怪状的案子 他都让他能够一读副委进入委员会审查 然而国民党回到国会多数这短短的时间 联合了黄国昌所带领的民众党 已经连续七次党下 立委沈柏阳所提的立委附中报备案 程序委员会开始挡案子 把少数党的案子都排除在外 直接关上了进入委员会的大门 这个蓝白国会的改革不只是打假球 而且还在摧毁过去八年的改革成果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啊 虽然今天的复议投票已经结束 但是为什么现场的民众持续聚集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大家要来反应的心声 不只包括对这一次法案的不满 他更包括了对于台湾未来民主发展的忧心忡忡 所以即便大家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哦 雨都一直在飄进来 雨是一直在加大 可是现场的民众还是坚持留下来 继续听取民间团体所办理的夏季民主学校的短奖 那另外一边在正江的对岸 在正江街的另外一边 国民党动员来的人啊 现在已经到慈湖去看奖公了 已经搭着游览车快快乐乐的进行了 吃午餐还有下午的行程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 完全两边一对比都知道 谁是自主公民 谁是政党动员 完全一清二楚 过去傅昆奇要抹黑说 这边的青岛东路的民众 都是民进党动员的 我就问民进党哪有能力 叫民众在这个路上呢 继续的吹风铃雨 继续听这个短奖 反而是国民党动员来的群众 就好像去郊游一样 拿着牌子 这个排列队伍坐进座位 时间到了去吃午餐 然后下午继续游玩 当然我也觉得支持国民党的人真的很辛苦 天气这么热 快要中暑了 还要被国民党叫出来在那边排排坐 那我也希望未来 国民党不要再抹黑自主上街的公民 因为最擅长做政党动员假冒社会运动的 其实就是国民党本身 郁元那你刚刚说现场的 都是自主性的这些公民 他们其实除了一部呢 被这国民党攻击是民进党所号召 很明显证明不适之外 高金素媒还曾经在立法院当中说呢 包含这边的力量 青鸟行动以及民进党都是所谓的纳粹 但是呢很尴尬的 今天在国民党的这个造势现场 反而看到现场有来临的民众 举着这个纳粹的旗词就能看吗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来参加青鸟行动的民众呢 根据我们的观察 他们来到现场 其实他们都是很用心在聆听台上的学者专家 在分享这些观点 然而国民党的场子很清楚了嘛 上面是一些政治人物在讲话 下面呢这些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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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被动员来伴日游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用心 听台上在讲什么 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 所以有人拿了跟主题 完全不相干的纳粹旗子进到国民党的场子 他们也没发现这不对劲 他们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反而因为他们是国民党 完全是一个来交友的心态嘛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他是一个政党动员的社会对立 然后呢他抬出了这个纳粹旗的民众混入当中 他们也不知道这跟他们的主题到底符不符合 跟他们的理念到底相不相符 因为他们就没什么理念嘛 他们就是出来交友 然后挺富婚旗 那相对的在青鸟这边的话 其实群众是自发性的秩序 而且台上的短奖完全紧扣着 台湾民主宪政发展的主题 这个才是十年前的太阳花所拥有的公民运动的样貌 也是我们在这一次青鸟行动看到了自主的公民的力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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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